招架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国移动941 简选原因是今年是5G商用牌照落地的第四年 期间中国5G机站的数量迅速增多 新应用、新场景及新业态持续涌现 从生命周期来看 5G被视为最长发展周期的通讯年代 市场认为5G发展仍是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期 股份可以留意5G规模全球领先的中国移动 截至7月底为止 5G套餐客户数量按年增加38.7% 到接近7亿3千万户 成为三大中资电讯商中最多 5G渗透率达到73.6% 公司近日成功研制国内第一款 可以重构5G射频收发芯片 破风8676 破风8676可以广泛商业应用在5G云机站 家庭机站等5G网络核心设备中的关键芯片 具备低成本、低功耗、多功能等差异化竞争优势 能够有效降低建设成本 在高可控度的商用网络建设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移动近日挑战三角形顶 突破有望上市2019年3月高位68元区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回吐息二手三角形底部大约61.5 赌 мной 明heads 第二 明天 ko 天 斌